新华社卡图木,1月5日电,记者马玉冲,当地时间1月3日,中国第二批复苏丹达尔富尔维和直升机分队,克服天气影响,成功完成2019年首次任务飞行。分队派出执行本次任务的是一架米铺171,中型多用途直升机。直升机从北达尔富尔州法新二机场起飞,将16名非洲联盟驻达尔富尔联合特派团联飞达团人员和400公斤物资运送之一,00多公里外的两个任务点后设立返航。 但偏航路天气并不理想,多云带有较强阵风,空气中弥漫着轻微沙尘。直升机于上午时时30分起飞。此后,飞行指挥组在监控屏幕上,时时跟踪直升机回船的各项飞行他数和工作状态。 时三时45分,直飞机组驾机,安全返回法西尔机场,顺利完成任务。 据悉,中国第二批复苏丹达尔富尔维和直升机分队,伊托陆军B81集团军陆毫毛旅组舰,自轮换部署4个月以来。 先后完成麦拉山禁飞机救援,伤病员紧急医疗后送,弹药危险品运输等级纳险重任务。 北际飞行320余小时,运送人员1100余人,货物近120吨。 被连飞达团议为不可或缺的空中力量,资料图,俄罗斯萨尔马特新型洲际导弹测试画面。 美国声称将退出中岛条约,逼迫俄罗斯加大了核大棒的挥舞力度。 据俄罗斯卫星网17日报道,俄罗斯战略导弹部队司令希尔在卡拉卡耶夫上将表示, 俄军新型洲际导弹萨尔马特将于近期在普列谢斯克航天发射场恢复飞行试验。 凭借先进的性能,它能先一让开美国反导系统的拦截,从南极或北极突袭美国本土。 俄方声称,美国西亚发射500枚导弹,才有可能拦截。 报道称,卡拉卡耶夫接受俄罗斯国防部机关报红星报采访时说, 普列谢斯克航天发射场正在为飞行试验积极建造基础设施,试验将于近期启动。 若试验成功,将对其部件进行批量生产。 该发射场位于莫斯科北方约800公里,号称俄罗斯战略导弹的摇篮。 俄总统普京今年3月1日在国情自文中宣称,萨尔马特州际导弹已进入积极试验阶段。 该导弹将取代世界上最重的部队长官战略导弹,北约达号撒弹,萨尔马特的试验设计工作,始于2011年。 2016年10月26日,该导弹照片首次公开。 2017年12月27日,额媒体报道了首次发射试验成功的消息。 卡拉卡耶夫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号称最强洲际导弹的萨尔马特列装部队的时间,可能会由原先的2021年提前至2020年。 据介绍,它具备更强动力,几乎可向任何方向发射,凭借射程远超部队长官的特性,它能绕开美国反导系统的拦截,非越北极或南极打击美国本土。 此外,强大的负担能力使萨尔马特可以装进更多诱饵弹头,有效突破反导系统的拦截。 额联邦委员会国防与安全委员会主席维克托邦达列夫表示,美国要发射500枚导弹,才有可能拦截。 另外,卡拉卡列夫还表示,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后,下一步将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会给俄罗斯的安全带来新威胁。 毫无疑问,俄罗斯在考虑规划战略火箭军的战斗使用。 他表示,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已制定一系列军式技术措施,可降低美国驻欧洲先进反导系统的有效性。 俄军首先将建立配备现代反导工具具有更高耐久性的导弹系统。 此外,俄罗斯战略火箭军还在继续发展关于洲际导弹的弹道性能变化科技储备,并将继续针对反导系统的信息侦查、控制和打击工具,制造火力杀伤和功能损害武器。 俄外长拉夫罗夫17日表示,莫斯科坚决反对废除中导条约,为此俄罗斯打算在连大推出决议案。 他在共青团真理报广播电台节目中表示,我们主张保留该条约。 国际社会多次承认,该条约是国际安全和战略稳定的基石之一,我们今天就将在连大第二次尝试推出决议案。 他将主张保留条约。 拉夫罗夫称,美国继续回避,就中导条约问题进行对话。 一段时间以来,日本和韩国在历史、领土问题上纠纵和争执频发,双方外交对力持续加深。 2018年10月11日,韩国在冀州岛举行海上阅兵,将请日本自卫队派现出席,但不能悬挂去日席。 日方拒绝并放弃出席。 同月22日,韩国国会议员登上日韩争议岛屿。 同月30日,围绕二战抢征劳工诉讼案。 韩国最高法院裁定日本企业新日铁铁银公司对被抢征劳工或习家属继续赔偿。 11月20日,韩国海警当局要求日本渔船停止在双方争议水域作业。 同月21日,韩方解散依据2015年日韩为安抚问题协议成立的财团。 同月26日,韩国国会议员再次登上争议岛屿。 同月29日,韩国最高法院裁定三零重工业对被抢征劳工或其家属进行赔偿。 12月20日,所谓的韩星驱逐舰在日本海水域对日本海上自卫被巡逻机进行火控雷达照射事件。 以下简称雷达照射事件,在日方看来,韩国最高法院对抢征韩国劳工诉讼案的判决。 是动摇日韩友好关系法律基础的严重事态。 雷达照射事件,则是激化双方矛盾的危险动作。 近日,日韩双方围绕雷达照射事件各说合理,相互指责。 围绕雷达照射动作。 日方称确认到韩舰数次使用特定的电波,对日机进行持续的,一定时间的照射。 韩方坚称,仅使用火控雷达的附属光学系统监视日舰,围绕日机飞行姿态。 日方认为,日机与韩舰保持着一定高度和距离,符合国际法。 韩方则指日机在韩舰上空实施了恐吓性飞行,围绕双方现场沟通情况。 日方指称,日机使用三个不同波段与韩舰交涉,试图确认雷达照射动作意图,但始终未收到韩舰回复。 韩方则称,日机的呼叫信号太弱。 12月21日,日本防卫省披露雷达照射事件。 同月22日,日本防卫相言物意在记者会上称,韩舰的动作非常危险。 25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监义伟表示,发生此等事态,令人极为遗憾。 强烈要求韩方防止再次发生,今后双方当局的协议仍将进行。 同日,自民党国防部会安全保障调查会召开联合会议。 自卫官出身的国会议员外务副大臣佐藤正就要求堆促韩方道歉。 28日,防卫省遵照安倍指示,首先公开了日方拍摄后制作的雷达照射事件的现场影像。 2019年1月4日,作为跟进对抗性措施,韩国国防部也公布了相关影像。 1月7日,更是追加推出五种语言的影像版本,努力扩大事件的国际影响,并强调自身主张。 日本防卫相言无意,在自民党的国防安保联合会议上表示,日方对雷达照射事件感到极为遗憾,将据实把情况告知国际社会。 在此基础上,继续与韩防卫当局协商,要求韩方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在会议上,日会者接连提出要对韩实施更严厉的举措。 比如,对韩表示更为强烈的外交抗议,向国际社会声明日方主张,停止日韩防卫当局的协议,将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召回日驻韩大使。 和时韩现在日方专属经济水域活动的真实目的,自民党党内还有看法称,因将韩剑火控雷达锁定日机之际双方的无线电信号交互记录等作为证据提侦谈判判中,而菅义伟当天在参加日媒节目时称,这不是为一种思路。 在日韩当事者之间提交现实依据,现实进行交涉是重要的,日方将维持一贯的立场。 与此同时,日韩围绕抢征劳工诉讼案的交锋,也在继续升级之中,该案的原告方正申请扣押被告日起的在韩私产,将强制执行所得充当赔偿经费。 为此,1月6日,他被在日本广播协会NHK的节目中表示,已指示政府部门依据国际法研究具体应对措施。 7日,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将根据韩方的出手进行相应研究,也会遵照安倍首相的指示,深化依据国际法而采取亦然的对应行动。 同日,外相和野太郎在访问印度图中表示,如果有损日本企业利益,日方将不得不立即采取应有的手段。 至此,日韩双方态度一步一步趋于强硬对立。 1月7日,菅义伟表示,韩方对日韩关系起否并性作用的行动接连发生实在非常遗憾,日韩关系情况非常严峻。 不过,我国将基于一贯立场,继续要求韩方妥善应对。 不过,日韩双方认为避免关系进一步恶化,有有一定余地。 1月6日,韩国总统办公室披露,文在言总统时日上午将举行新年记者会,阐述对相关问题的见解。 1月7日,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崔贤朱在记者会上表示,日韩两国共同感到对话是必要的,正朝着实务协议进行磋商。 NHK,当天相关报道认为,崔的发言展现了韩方重申,由两国防卫当局协商解决的姿态。 有日本媒体称,1919年3月1日,朝鲜半岛爆发旨在推翻日本殖民统治,实现自立的三一运动,新年正值该运动发生100周年。 现实韩朝两国的纪念活动,可能会给日韩关系带来新的压力。 三件数,华盛顿国家动物人的熊猫直播镜头,国家工人的洗手间,与探索太空的美国太空总署有什么共同点? 他们都因美国政府部分关门,而激进停摆,因民主党参议员与总统特朗普,就美墨边竞强57亿美元的预算争方相对,互不相让。 美国政府从去年12月22日开始部分关闭,此状况进入第三周,它给美国人的生活带来什么直接影响? 对正在进行的中美贸易谈判又意味着什么? 政府停摆期间,正值圣诞与新年假期的出游旺季,美国国家公园维持开放,但停止所有非紧急服务。 公共客所倾斜、垃圾清理、道路维护和游客中心的服务全部停止。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由于公共客所关闭,优胜美帝国家公园的游客在路边接手,造成卫生引优。 由于道路缺乏维护,下周的红山河国王峡谷国家公园的公路结冰,导致车祸频发。 华盛顿国家广场与白宫附近的联邦公园区域依然开放,但垃圾桶里的垃圾堆积如山。 华盛顿特区需要调动地方预算来清理垃圾,使密分尼协会旗下的16家博物馆全数关闭,包括平常游人如知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宇航与太空博物馆、飞翼美国人博物馆等。 另一项切动华盛顿人民心情的影响,要数国家动物园的大熊猫直播镜头关闭了。 大熊猫天天,美乡与贝贝是本地的大明星,动物园原本每天24小时在网上直播他们的动向,由于仰赖联邦政府资金的国家动物园关门,大熊猫直播也终止了。 不过动物粉丝们不必过于担心,动物园网站的告示指,工作人员还是会为时以照料动物们,约占四分之一的政府部门未获预算,包括国土安全部、司法部、商务部、财政部等9个部门受到影响。 数以十万计的联邦政府雇员被迫停薪休假,只有被认为必须的雇员才会继续上班,但他们的薪水并不会转时送达。 以太空总数NAFA为例,95%的职人被休假,只有保障NAFA人员和财产安全的职人才会继续上班。 正在太空运行的太空船与其收集的数据都属于NAFA财产,因此国际太空战的运作目前一切如常。 Dolo,这个源自于荷兰语的阴音单词本部常用。